在节目开始前 请到我们的Coffee 加入我们的会员 我们的事工需要你的帮忙 加入会员之后 就可以到我们会员专属的群組里面 现在就是我们建立社群的时候 现在就是我们必须找到 可以彼此信任的人的时候 现在就是找到 共同价值观的人跟家庭的时候 里面只有支持AI News的人 也就是说 他们全部都是支持我们价值观的盟友 不管你在乎的是家庭教育 后院农夫 还是你只想要在你的社区里面 找到可以信任的人 在混乱的时代里面 增加你跟你家庭的生存几率 都请你加入 好的 现在来到我们今天的新闻节目 OK 今天一大早 我们来讨论一下 大家都喜欢的新闻吧 网络上会爆红的那种新闻 一个女老师被逮捕了 起诉了 因为她跟一位16岁的男高中生 她的学生上床 那这个老师也很年轻 26岁 长得满正的 我个人认为算是正的啦 好看啦 不要这么粗俗 对不对 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 那一直以来面对这种事情的回应 基本上就是 这么好啊 对不对 哪有这么好的事啊 我读高中的时候 这些老师在哪里 Where the teacher when I was in high school OK 我怎么都没有遇到这么好的老师 全世界 古今中外 只要发生这样的事情 如果是女老师的话 OK 这个小男孩 就马上变成了一个大英雄 老师如果是男的的话 就会很糟糕 这样的新闻 大家绝对不是第一次听到 其实这类的事情 这类的新闻发生的几率 是很高的 一个正妹老师 跟一个高中生 16岁17岁 快要成年的小男生 发生性行为 发生性关系 被发现了 然后女老师被起诉 然后被关 然后只要是男人 听到了这个事件 这个社会事件 就会 Hey Hey what's up Nice dude 怎么没有这么好的事情 发生在我身上 哈哈哈哈 我要想回学校哦 我知道 因为我看到的第一眼的时候 反应也是这个样子的 特别是看到这个老师 又是个正妹 OK 又年轻的时候 Well 可能现在 因为我老了 变成一个快40岁的人的缘故 会这么想 还是很好笑 但是 我会这么想 还有绝大多数男人的回应方式 都是这个样子 其实指出来一个非常真实 还有很糟糕的事实 特别是我们对于性的道德 还有价值观上面 因为 这个事件其实是很糟糕的 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 不只是因为 16岁的小男孩 不应该有性生活 现在 有很多的小孩 因为学校的性教育 变得越来越早熟 年轻人的性观念 变得越来越 开放 但是 并不表示 这么小的小孩 有性生活 对他们来说是健康的 是正常的 而且 每一个人都知道 绝对不是正确的 也不只是因为 这个女老师 是属于一个 权威的一个代表 一个角色 在这个地方 然后她滥用她的权利 去对一个小男生 做一个 很糟糕 又不健康的事情 不只是因为 这个老师 原本应该是要教小孩 结果却做 这个样子的事情 父母应该可以 相信老师才对 而不是担心 自己的孩子 会跑到老师的床上 不只是因为 这个老师离了婚 离婚在我们的时代 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东西 导致我们的小孩 对于婚姻 还有我们的家庭的观念 是非常错误 非常扭曲的 刚刚这些东西 都非常的糟糕 我刚刚说那一串 都非常的糟糕 但是都不是最糟糕的 最糟糕的 其实是 我们的想法 跟我们观念的扭曲 从1960年代开始 我们开始使用 一个扭曲的主意 来取代了 我们的道德价值观 就是 只要我喜欢 有什么不可以 只要我爽 我就可以去做 我只为了 我的心情而活 我活着 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要来取悦我自己 那如果我们用这个想法 来建设我们的社会的话 我们的 把这个想法 当成是我们文化的基石的话 我们只是为了享乐 就是社会的 基本价值观的话 那为什么这个小男孩 不能跟这个 正妹的女老师上床呢 学生也愿意 老师也愿意 这个样子不就好了吗 你可能会说 因为这个小孩 还未成年啊 他才16岁啊 16岁 怎么可以在一个 两情相悦的 性关系里面呢 16岁的小孩 心智都还不成熟 不是吗 他还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所以当然不可以啊 但是很奇怪的是因为 我们的媒体 跟我们的学校的教育 跟我们说 8岁的小孩 就应该要 可以自己做决定 要不要变性了 8岁的小孩 就可以做决定 要不要去做变性手术 要不要切除自己的生殖器 要不要去打荷尔蒙 要不要去打 青春期制止器了 这些会摧毁他的一生的 这个小孩会骨质疏松 而且绝对会导致绝育 让他一生身心灵全部破碎 很有可能在很年轻的时候 就死了 很奇怪对不对 8岁的小孩 可以做出这种摧毁自己人生的决定 但是16岁的小男生 不能跟他的正妹数学老师 上床来一发 当然这两个都是错的 问题是出在哪里 我们的时代的性观念的问题 到底出在哪里 是年龄吗 是制度吗 是对象吗 每个人都知道 这样子的新闻很糟糕 一开始提到的就是 我读书的时候 这些正妹老师在哪里 这样子的想法是很糟糕的 但是为什么糟糕 马太福音18章6到7节 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 倒不如把这大魔石拴在这人的井上 沉在深海里 这世界有祸了 因为将人绊倒 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 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 这并不是在讲就是 physically 伤害小孩 真的去打小孩或怎么样 而且还是在说 如果你让人跌倒的话 如果你让人离开神的话 你就糟糕了 我们每个人都知道 这样的事情很不好 大家如果看过一个日剧 很久以前的日剧 就是什么 魔女的条件 冲倒蔡太子 跟龙泽秀明演的一出日剧 讲的就是这个样子的情况 而且我们的社会会刻意的美化 这个样子的关系 刻意好像在讲说 这些人都是被压迫的 都是被逼迫的 他们只是想要做自己 他们是真爱 却被这个社会的制度攻击 我小时候看到的电视剧 就是这个样子了 还有什么 那个什么 金城武跟 森田公子演 那个什么 神纳请给我多一点时间 再讲一个 援助交际的女生 得了艾滋病 然后之后找到了真爱 OK 我告诉你 没有这样的男人 我们的社会 不断的在美化 OK 帮错误的事情找理由 这个新闻最扯的地方就是 那个小孩的父亲 OK 16岁男孩的父亲 是完全知道这件事情的 是完全知道这个小男孩 跟这个正妹老师的关系的 他不但没有阻止 他允许这个样子的事情 在他家发生 然后我们会开玩笑的就是 Hey you know Father of the years OK 年度最佳父亲讲 但是其实他并不是一个好父亲 他是一个非常糟糕的父亲 他的儿子在未成年的状态下 跟别人上床 发生了性行为 不是跟很多父母说的一样 OK 上了大学之后 就去交女朋友吧 去把妹吧 跟女人上床吧 反正儿子又不吃亏 这样子的想法 是多么的糟糕 多么的可怕 但是我们不这么觉得 我们还觉得很好笑 问题 不是出在这个男生几岁 还有就是 这个是不是个女老师 而是出在婚姻上面 当我们的社会 越不尊重婚姻的时候 当我们的社会 把婚姻这个制度 看成是无所谓的时候 只是政府的一个 大家签名 只是一张纸的时候 男人跟男人也可以结婚 女人跟女人也可以结婚 结婚 不是一个 至死不渝的浪漫 而是可以随时离婚 随时可以离开的 当我们把破坏婚姻 变成了一个先进的 进步的 必然的时候 我们的社会 就会慢慢的崩溃 慢慢的瓦解 历史上 有14岁结婚 有16岁结婚的案例 但是 那个时候的社会 你14岁 或者是16岁 男人还是要做 男人该做的事情 男人是要去打仗的 女人还是要做 女人该做的事情 他们不是在婚姻之外 享受性爱 他们不是在婚姻的制度下面 荣耀神的去做这样的事情 他们的目的是要建立家庭 彼此建造 彼此服食 换句话说 就是 以前16岁的小孩 比现在5、60岁的老人 在婚姻上面 还有在家庭跟责任感上面 还要成熟 我们是人 我们是依照神的形象 创造出来的 表示 我们可以有能力 依照神的律法 依照神的制度 来去过生活 我们可以分别为圣 而且我们要建造出一个 属神的社会 亲近神 读圣经 尊重婚姻 守护家庭 并不是一个落后保守的思想 而是一个真正的进步 真正的自由 真正良善的根基 如果我们要翻转时代的话 我们要守护的不是政治 而是我们的婚姻 我们的家庭 还有我们的儿女 而且要停止美化那些 不正义的 无耻的行为 因为这些东西 或许听起来很好笑 或许听起来很滑稽 但是其实是真正的 在摧毁我们文化跟思想的 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Eton 更多美国情报 请持续关注AI News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